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看到是由四点到六点 我就很忧虑 因为我觉得我讲话 是十五分钟之内 所以你听了可能都很开心 我原来讲这么少话 因为如果讲过 Wedding Vows 大家其实都熟悉了 不过我今天有个秘密任务 就是希望颠覆你们的婚姻关系 最好的做法 就是有人派纸派笔 待会你有些什么想问想说 我也希望今天 不是只是听一个人 说你已经很熟悉的东西 而是希望我们大家 真的拿个真心出来 使我们在这条婚姻的路上 是能够继续有力 或者是有盼望 这样走上去 那小弟就已经结婚 你猜一下多少年 那好像没人想猜 我是拍了拖九年才结婚 那就是拍完拖九年 都能够结到婚 简直是神迹 就是以我这些 这样的臭脾气 就是一世都没什么改 我现在发觉 你以为你会不断改 我就越老 就越发觉 原来都是依然故我的 如果你结婚有一、二十年 那些 你大概会肯扔头 不过你现在不敢扔头 因为旁边那个在 就是心里面扔就行了 那我刚才来就很紧张 我就很兴幸 入到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刚刚开始 那这个也是我要感恩的一件事 因为我在家里来这里 大概是二十分钟至三十分钟 是一定会到的 那但是今天我出门口之前 就给我的那一位的主管 来提醒我 你应该去的了 那结果我就去了 然后真的在路上 塞到不得了 我是差不多三点八个字 才能左蹲上地铁的 那香港的地铁真的很好 为了MTR感恩 就是更加为了 有人提醒你 其实是不喜欢被人提的 我活到这把年纪 就时常说 就是拜托太太 不要再提我们 不要再批评我们 不要再说我们 我们已经听到很累了 你不说是不行的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他不说他会死的 不过他说我又想死的 但是发觉就是他又说我又听 那大家一起又有回一条生路 Wedding vows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你自己的誓词是什么 有多少人结婚的时候 是没有发过誓的 举手看看 没有立过这个结婚的盟誓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是自己作 那个结婚的誓词的 举手看看 你们结婚了没有 全部都是照着牧师 说那个誓词来说的 举手看看 举手看看 谢谢 我是相当传统的 人们以为我不传统的 林师母 我认得你的 其实我骨子女 是不知己那么传统的 我很喜欢就是帮人正婚的时候 都是我拿着个咪 我说一句 他说一句 很清楚地说的 不过人呢 去到一个地步就觉得 我用什么跟着你说呢 我现在不懂词啊 就喜欢自己说 但是我就看 就是总统就职 都是那个大法官 是拿着个咪 说一句 他说一句 全世界都看到 那这个是有他的尊严 有他那个萌世的 那个庄严在这里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 那说到这个婚姻的誓词呢 我今天要跟你怎样讲好呢 第一我就考你了 我就先问 结了婚有三十年以上的 举手看看 喂 你们鼓掌啦 结了婚呢 刚才Calvin他们夫妇呢 我听到他 选恩典之路 结婚肯定是很新婚啦 就是这些歌很新的嘛 那可能我要考下他们了 在哪里 不过他们照着个宝宝 不要烦他们 你安心照着这个宝宝 结婚有三年的有没有 有啊 三年而已 大概三年或以下 不是三年以上 三十年都是三年以上 OK 三年的 你还记不记得 你那个wedding vow 可不可以来讲一次给我们 有猫子的 原来个个都有 那算了 算了 那那个vows 原来在这里的 在这里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做的呢 就是每一句都手牵手 大家讲一次 太浪费时间了 你知道我的心意 其实再讲回呢 可能今天听完之后 又回家再讲回呢 其实都挺有益处的 我觉得每个人呢 每年都应该行一次婚礼的 只要跟同一个人就行了 是很好的事 那这个vows呢 其实是一个誓约 就是一个盟约来的 就不是一个contract来的 合同就是有条件式的 盟约就是无条件的 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我们要重温的那个盟约 就不是那个合约 所以是无条件的 但是我觉得做牧师呢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整天都要帮人静分 然后最骚忌那样的 你知道吗 分礼分娩 其实今天你们搞这个团契 做什么找这个题目才行 你们没有去出席 别人的婚礼的吗 有的嘛 那你听这些婚礼分娩 是不是听到你都呆了 那今天讲的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东西 那你想我怎样 我真的不是太明白你们而已 那不过我待会会明白的了 那无论怎么样 我未明白之前 我尽我自己一点点的 来跟你分享 我觉得分礼分娩 是最恐怖的 就是自己的老婆坐在台下 就是眼睛睛地看着你 你说你做丈夫的要怎么怎么 那他就看着你 那你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又再来重温 那所以我又先此声明 今天大家都是麻烦 看回自己好了 不要拿这个vow 来到看向你发出这个vow的那个人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看 我怕着你本来没有事的婚姻 从今天开始都开始走下坡 你看回自己 就可以越看越好的一样东西 那这个vow 其实说了几样东西 第一样 人生是多变的 一定会变的 是预了的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有一阵时有点麻烦 是不太记得 我们其实是预定了 如果会有艰难 会有挑战 会有软弱 会有失败 会有翻出去跌倒 有时我们太浪漫 以为从此之后就是八马王子 和白雪公主 就是结婚之后永远幸福快乐 那那个是跌影结束 看完戏就散场 因为婚姻是那个悲剧 那种平坦 还是怎么样呢 你都不要灰心沮丧 因为你两个的演员 还是未曾退场 因为那个写剧本那位 还有一个很精彩的剧本 给过你 因为如果你肯跟着一个 好的导演去到演出来的话 你这一场戏 是到最后的时候 才是看到那个成绩的 我是带着这种盼望 来跟你讲话 因为我自己的婚姻 实在是很厉害的 但是是我不配的 但是因为他怜悯我 所以我才很喜欢 出来和人分享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如果一个这样 就是你用一些形容男人 用一些最差的词 去到形容男人 其实你都可以来形容我的 本质上如此 不过因有耶稣 所以是可以一路去无存清 来到今时今日 耶稣仍然未收工 这个是我的叛律 这个是我的祝福 有些人以为 你熬得过一二十年就OK 均不见熬过了 SILVER Anniversary 跟着就是进入这个空巢阶段 跟着那个关系才出事 跟着才离婚 跟着才出现 喽喽叫叫的事 其实 Time不是guarantee 日子不会改变你的关系 是内心 态度 价值观念 还有每一天 每一天的改变 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 所以这个vow第一个就已经告诉你 你告诉我第一句是什么 那个vow本身 是什么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哇 真是挺大件事的 一开口就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是会变的 不一定好的 他今天做CEO 明天他又没有了那个位置 特别是越高级的人 其实你知道 那个浪一盖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亚洲 有海啸 有风暴 有什么 那些事 大家经历不少的 还有呢 就是跟着很实际的 香港人最重要的 钱钱钱钱 for richer or for poor 那我又很想问 你不用开口答的 其实你们的户口是怎样的 你们签支票是怎样的 你们花钱是怎样的 今天我知道有些人 就是计得很清楚的 就是他们不知道 是不是两个都是accountant 如果两个都是charted accountant 在家里又照着这些规矩 来到生活 我不知道结果是怎样 我很好奇而已 就是我不敢说一定不行 不过我是觉得 如果在钱那方面呢 是两个人没有一个 很清晰的共识呢 会不会有阵子 这些都是造成那个 婚姻里面的张力 譬如说 一个是很有心 又很随着感动 说这样又奉献 那样又奉献 那样又支持的 一个就是很紧张的 每一个钱都计得很实的 那会不会这些东西呢 又是成为夫妻之间的困难呢 我自己就很幸运 因为我从开始都是不讲钱的 我从22岁开始 我的理财哲学呢 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随此之外 我有一窍不通 我的理财哲学呢 就是说 我就算是去到零呢 因为我的爸爸呢 是很富贵的 只要我照着他的方式 去到用钱去到理财呢 我是一无所缺的 那这个就是 是很可怕的理财来的 这些是做主任牧师的人 那个理财观念的 就是令那些执事呢 会发神经的 因为执事就会 每一个钱都要计 怎样来怎样花 主任牧师呢 就说有信心 就得到天父会供应 那这个我在教会生活 又是这样 在家里生活又是这样 但是我们有一个 很共通的原则 就是知道 我们所有的钱 都不是大家要分离分去 就是我的又是他的 他的又是我的 那我们当时那个 结婚的时候呢 就是是很特别的 特别的情况 因为我既然不说钱呢 就连薪水多少呢 都不是太care的 那当要进入 婚姻状态的时候呢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那你没什么钱 那你怎样存老婆呢 你存了老婆 你怎样养她呢 但是我就告诉她 我是很快乐的 来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进入你的物料 结果上帝很幽默 就是放我在堂会里面服侍 就放她在一家银行里面服侍 那我们的教会就刚刚骑着她那家银行 那我就是职财在天 她就职财在地 那就是其实我是由开始的人生 到今时今日呢 都是吃半碗软饭的 那我说吃得挺好啊 就是夫妻是同一 我们没有分 那来到今时今日 我们从来未曾为钱忧虑过 也都从来没有为着钱奉献 无论多大额或者什么都好 来到喊撒过 我们很快乐 我觉得这个for richer or for poorer 就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有时候钱不说牛是可 一说就相感情 如果你的钱又涉及你的外家 涉及你的亲戚 涉及你的兄弟 是更加容易出事 我都听过有些人说 他什么都好 不过他最差的就将 他家里的人 他家里的那些人 一有什么 他就钱都去他那里了 那就在自己的家里两夫妇 就为了这些事情 是捱到没出路 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样的 有些人不敢碰这件事 我觉得不用碰 我觉得这个vows里面 其实有他的智慧 真的知道这个钱的问题 不单止你的生活的水平的高低 是会挑战你的婚姻的关系 你怎样理财 都是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顺便讲一讲 如果有人真的觉得自己的配偶以外的人 是比自己的配偶更加重要的 这一种的心态 其实对于婚姻是一个计时炸弹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明白这个话 要不需要重复一次 如果太太反对你 拿钱去救济那个 他认为不值得救济的人 而你觉得救济那个人 是比你的太太重要的话 你的思想 是不够体贴你的太太 那长久下去 就会影响那个婚姻关系 最幸福的当然是 太太又很乐意跟你一起去救济 你想救济那个人 那这个就要有方法 有智慧 能够说服到他 然后讲到底 其实是两夫妻 就是可以沟通到的 如果你的太太是真的有智慧的 好像我那个这样 就是我不听他说我实撞板 我听他说实快乐 我告诉你为什么 一方面旁观者清 二方面他就是识我识到 从头掌去到脚板底 好像天父看透我 另外就是 当我听了他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就没了压力 因为他说话永远都是我的压力 我听完他之后 已经压力消除了一半 然后承受其中的智慧 你真的有多幸福 你真的越来越觉得 我这个男人真的没了尊严 其实我老到现在 我真的很有智慧 是觉得男人肯听老婆话 撞板少一大半 男人如果有一个智慧的老婆 而他听老婆话 男人的智慧又增长一大半 总而言之 男人肯听女人话 是没问题的 各位男人大声点说 你真心的 你是不是男人 OK for richer or for poorer 接着呢 in health or sickness 我就很不喜欢中文的翻译 我到现在还是想找一个 健康疾病 什么健康疾病 我就是很支持不了这两个字 就是健庄或者病药 不过因为他的英文是 in health or in sickness 两个是名词 所以他翻译了 我是教翻译的 所以有点敏感 那你就硬把两个的名词 摆了下来 就不习惯了 其实那里是 我们中文 我觉得婚姻细词里面 用一些形容词的话 就是富贵是贫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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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是喜欢看美女 有些男人老到死都是没有纪律 就是当着老婆面前都是死看命看 就是令到老婆很无面子 In health or in sickness 是告诉我们我从男人形容的角度来看 就是无论你皮肤光滑 或者你皮肤布满皱纹 无论你的线条是清 叫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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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玲珑 Whatever 或者是石板一块 就是无论怎么样 我对你的心都不变 我觉得这是重要到不得了 因为病就什么都没有了 病真的有很漂亮的会变成很臭样 就算不病 用我自己来做例子 我四十岁之前 我是有头发的 而且是很多的 而且洗头的时候 不要挫那么大力的 那些头发是会砍在我的手上的 现在 现在不要看 不过很开心 我老婆说 你现在比以前好看 我嫌你以前太多头发 这个就是in health or in sickness in thickness or in thinness 都一样 这样我是你 我顺便说 我自己温习这一件事 我就觉得 男人不可以没有良心 因为女人是为男人受很多的苦 特别是当你的妻子 曾经跟你一起生了第二代 我真是求主 赐福我们在座 每个男人都有一次 好像女人生孩子那么痛的经历 我想很多男人 survive不到 如果你试过 男人生孩子好像女人那么痛 大半个男人都会死掉 基于这个缘故 我们是绝对没有权利 去到忘记我们妻子所受的苦 但是男人就是那么惊认 因为他拖着宝宝 他就走出去搅搅枕 这些故事发生 那些男人真的很羞愧 所以在这个Vals里面 其实隐藏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历世历代 累积下来的智慧 有些是很神学性的 很熟灵的 有些是很biological的 很practical的 那些全部都在这里 还有没有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richer or for poorer for in health and in sickness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to hold to love and to hold to have and to hold 那这些啦 那这个是前面啦 那就是 讲过人生状态 身体变化 经济情况 就似乎是这三批的东西 就是 better, worse, richer, poorer health, sickness 跟着就 till death 就不是 叫做什么 是 不是致死不分 有时候我们不觉不觉 致死不分 其实这个vals就是 一死就分 就是不死不分 那就是致死荒忧 那就是这个是 讲给我们听 那个是绝对 是有生之年 只要你活着 我活着 我们两夫妻 我们就 死都死在一起 其实这个潘霍华都讲 就是这个的婚姻的盟势 就是将我们 框了在一个盟势的关系里面 以致我们不能够 不努力去爱 今天受了浪漫思想 受了这个启蒙运动 受了这个人本主义等等的影响 就说我们就在相爱的时候 就在在一起 当我爱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了 他们问我 牧师我怎么办 我现在都不爱他了 那我可以怎么爱下去 我说你瞬间变的 你的爱到底是什么 你的爱是觉得 你很顺眼 很attractive 我就很爱你 我就会看着你 那你根本就是不懂得 什么是爱 爱 我老婆说的 哇大件事 我出来说话真的很危险 刚才又答应了 又录音 又上YouTube 不过好在我老婆就不听 我的东西又不用YouTube 如果不是她经常追杀我 我经常引用她的说话 她说什么 爱 爱就是爱 爱就是继续爱 没得说的 但是当人以为自己是不爱她 我就不能够继续爱 就是说的是一些感觉上的事 说的是一种关系上的事 关系不好的时候 当然看见你都不想笑 关系好的时候 你看到她笑不笑 就是笑 今天不是多笑 明天又笑多一点 就是不关那个爱与不爱 那个爱是因为在这个盟约里面 所以去爱 get that? 所以我们讲这个盟势 我觉得我们今天重温 是最重要的就是 明白那个盟势的价值 那个意义是什么 差不多说完了 to have and to hold have就是交出主权 你拥有它 to hold就是继续去到保养 是维持 是拥抱 是亲爱 当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太太说 这些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要起个盟势呢 都是为了 使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如水之欢 以致不会被人救病而已 我说不是的 如果这样讲 就讲到好像那个两性的关系 好像没有崇高的价值 其实性这件事 固然是人类直以延续的重要 也都是性这股的力量 是真的很厉害的 我们外表每个都事事正正 但是内里面那个性的冲动 那个性的欲望 那种的情况 其实由我们懂性以来 一直我们没死 或者没病到 什么都不行之前 我们都是时常面对着 这一切的 那个 那个 搞动 是啊 是很多的 是不是 有时候你不去惹他 他来惹你 是很自然的一样 但是今天 我们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里面 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联合 那个是 那种两性的结合 只有两性才在上帝的原本的设计里面 是可以达到这种 那么奇妙的那种结合 那么那个婚姻的关系的确是保障了这一个与生俱来的本能 是得着他最美善的那种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性的欢愉里面 是享受上主给个人类的那种奇妙的祝福 那么但是这个的祝福 永远是带着一个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去到抗拒的有话 是什么呢 淫乱的思想 是一个观感的刺激 是为观感的刺激而刺激的东西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长大成熟 必须有的一个过程 就是 Forsaking all others I the way 这个是那个闻世里面其中一句很重要的嘛 我一不跟你结婚 一跟你结婚呢 我就其他的狂风浪蝶 是一概不能近我的身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排他的一个行动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排他的行动呢 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有危险的 咦 好像我们的冷气 还是我讲讲越讲越热 是不是这里热的 你们热不热的 你们OK OK 那还有什么呢 To have and to hold 等等等等 有些婚礼有这句的 有两句 一句呢 就是 With this rain I the way With this body I the worship And with all earthly goods I the endow 那很多时候香港就没有什么人用这几句 但是我觉得很漂亮 很浪漫 很sweet 很完整 就是 这一句就是我给你的分解 确定我们那个的婚姻 我的身体 I the worship Adore 所以这个是消除了那个创世 然后堕落 堕落之后 对于那个赤身露体的羞耻 而因为基督的救赎 和那个信徒 那个庄重的婚姻 是消除了这种这样对身体的贬益 有些人经常批评基督教 包括这个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 批评基督教 就是清教徒式的身体观念 清教徒式的性观念 是捆绑人的 其实他根本都不懂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性观念 真真正正 幸福 美善 精彩 持久的性生活 性关系 在哪里可以找到 当人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 就开开心心 享受欢喜 充满感恩 很久之前 Time Magazine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真正最幸福的 性生活的人是什么 他发觉是一些 保守信仰的基督徒 原来是这样的 是的 但是我很想把这个秘密说出来的 但是我很想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我四五十岁很远了 我说八达通已经变了声了 不过我觉得仍然是持守着神的心意 就不要被人说我们不认为他们才不认为他们才不认为他们 如果你真正快乐 你用什么去完一间又一间又一间 你是傻的 如果你真正幸福快乐 为什么你不是和你的partner越打球越精彩 常常要换partner 因为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好partner 那么你多可怜 然后你都发觉上帝创造的世界 虽然现在人们不说这些说话 不过我也觉得要这样这些说话 我不是说当你做错事的时候 上帝一定就立刻处罚你 你有这个病就因为上帝惩罚你 不是这样 但是我仍然要说一个事实 就是当两夫妻是健康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结合的时候 他一生一世 他享受他的性生活 从来都不会引致这个健康的问题 除了他不够节制 令大家累到死之外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身体的弊病在那里 这个是不是上帝奇妙的因练 凡是人进入一个非配偶的性关系 一定出事的 那些叫做什么 STD 就是讲得好像很好听 以前叫做VD 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叫VD 叫ST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以前是Venereal Diseases 那一路 人都是将那些名字越变越好听 但是里面的颜色其实没有变过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被人玩一些字 玩到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真正的价值观念 Exclusive的 Exclusive包括什么呢 其实不单止性关系 不和第二个人有这个关系 连内心的那个都要这样来保护自己 有些人常问 为什么那些人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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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记得就是一个叫David Petraeus的人 四星上将 美国西点那个 走去这个伊拉克 来到做这个国防 就是大兵 恢复那里的秩序等等 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内心 一个这么精彩的人 这么有本领的人 后来同一个访问他的记者 来到搞出事 结果身败名列 官都不得做 本来叫他做CIA的头 都不得做 就是这样 忘记了他 wedding vows里面 一些很fundamental的principles forsaking all others 不只是physical的 是mental的 有些人的问题 他之所以婚姻关系不好 因为他的mental 还是不好 还是很记得 小师妹 很记得 我的初恋情人 我现在娶了那个 不是我的初恋情人 这里整天念念不忘 然后一个不小心 哎呀在家里 这个人对我探侵 别人在外面 叫我吹Saxphone 我在家里吹了都被他说的 那我不如出去吹吧 然后对着女人吹吹 你就出事了 哎呀没有的 他不喜欢吹 不喜欢听 我也是吹给他听 他不喜欢听 我只能吹少一点而已 不过我不会吹给另一个女人听 你来欣赏我 不会 forsaking all others 是全盘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为自己 围上一个这样的尼巴 那接着就说 他说 with this body I thee worship adore 他古代的英文 可以用这个worship 我们的圣经 什么时候叫我们贬低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圣经是教我们 来到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 和保养故事 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婚姻 我们是欣赏上帝所创造的 赐给我们那个人 然后两个人是二人成为一体 而那个是很sexual的说法 所以我们应该是继续去 为着美好的性的设计 美好的性关系 来到教导 并且是告诉别人 你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with earthly goods I thee endow 当然那时候是给嫁装人 这个其实都是说毫无保留的 将自己的一切来到送出去给人 其实婚姻是什么 婚姻我觉得都是一个福音活动 一个救恩活动 就是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写记 我太太就说 你今天死了没有 你今天有几像基督 其实是一个讲笑 但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每天都向自己死 包括什么 包括我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不要放在这里 我喜欢放在这里 然后过不了几天 我就死死地气 搬回去他要放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 学习基督 为教会写记 我就学习 为他的缘故 向我自己死 我很喜欢说这句话 可能你都听过了 是不是 就是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么他就为教会写记 所以这个头是一个死人头 你喜欢做你太太的头 那么你要为他死 那么你就很快乐地去做 其实这个我们一生一世 在婚姻关系里面 是一种 是一种 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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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只是寄费 我没有费 那怎么办 其实人生 很多时候都只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又寄费 又想费 就变成一个 扎费 扎费是一个最费的东西 是无条件的 无计较的 无保留的 It's all yours 哇 这种的 就是基督 是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生命 祝福你 让你 未来的婚姻生活 全面地革身 我说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费 请不吝点赞 订费